收入看到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去看支出 好 首先把这张图复制 常用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的空间不够大 所以 好 那这一张图就只要改栏位 Y轴的值就好了 我要换成不是所得收入 而是例如说非消费支出 你看非消费支出 是新竹市 就是收入越高 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观念 就是高收入会有高支出 它的相关系数很高 那在这个地方 台北市 台北市相对的 它在前三名里面 在消 非消费支出 它大概排在第二第三名之多 对不对 那关掉它 我们再来看 在消费支出 它就是排在一跟二 台北市排在一跟二之间的变化 那新竹市 新竹市排在二跟一 好 那新竹县偶尔才会跑到第二名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台北 新竹县 新竹市三个都市来去做比较的话 消费支出 那可能是新竹县是比较低的 这样可以了解 反正就是你可以直接快速的从这边 可以看出谁的非消费支出 例如说其次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像台北市 台北市的一个所得收入是最高的 但是它的一个非消费支出不高 它甚至有时候跑到第三名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可以理解看到的图 然后要去想 要去想 这样了解吗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各位 这些今天我们所有的课程内容 全部都放在网路上 告诉你们那个网址就好了